大家好,我是老白 双11即将到来 我们来看看目前各个价位段 最值得购买的迷离电脑有哪些 一年来,我们评测了27个品牌的迷离主机 这是其中一部分 这是另一部分 接近60款各式各样的迷离电脑 从低功耗N系列到Rain7 Ultra9 从单网口到双网口到多网口 我们测试了各个品牌的不同小主机 竞选出45台最值得购买的迷离电脑 为大家呈现双11的迷离电脑推荐 迷离电脑市场里 今年最强的技术趋势就是 超级大盲观接口 目前有5个品牌共11款新机 搭载完全的超级大盲观接口 在所有的迷离电脑新机里 出类拔萃 值得我们重点贯注 2024年的超级大盲观接口 应该包括以下 全功能USB4接口 满血的HDMI 2.1和DP接口 双PCIe 4.0X4 NVMe接口 能外接层储和显卡物的奥克林克接口 最好是双口的2.5G网络接口 我们的推荐是以散热静音为基础 性能为主轴 最后落实到性价比 来为大家做推荐 基本上我们会按1000元为一个价位来分类 实际上是以性能来区分的 也就是分为低功耗 高性能 超高性能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千元以内的低功耗小主机 这张表是自N系列发售以来 我们测试过的全部N系列小主机 从N95、N100到N305 除了N50我们没有见过 所有的N系列低功耗我们都测试过了 快两年了 Intel没有更新低功耗CPU 所以市场上的低功耗产品 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面孔 我们的低功耗产品推荐 包含了以下常年热销的产品 599元的GMK吉摩克G3 单2.5G小主机 795元的Blink 0x EQ13 双2.5G小主机 699元的七喜S10 N100双2.5G小主机 康奈性N100标准版 四口2.5G小主机 有两台是去年双11我们也推荐过的 吉摩克G3和康奈性N100标准版 今年继续推荐 0x EQ13是去年我们推荐的EQ12 N100的升级版 七喜S10 N100是年中618我们推荐过的 低功耗产品没有更新 我们的推荐还是以便宜的N100为主 吉摩克G3N100 这款产品一年来光是京东就收出了5000多台 便宜真是王道啊 CPU性能发挥 跟上了第一梯队 散热经营不错 599元的价格 买一台低功耗小主机 能上网 能播放视频 很值啊 宁克EQ13 N100双网口 是去年最热销的EQ12双网口的升级版 重要升级来自于电源内置 丢掉了DC电源 七喜S10 N100 接口非常齐全 双2.5G网口 三显示接口 第一台可受PD电源的N100 CPU性能发挥在第一梯队 PASSMARK超6000分 散热经营不错 699元的双网口价格 算有性价比吧 各方面没有短板的优质N100小主机 康奈性N100标准版 作为软路由那是相当的称值啊 也是全网最热销的四口软路由 没有之一 性能也是N100第一梯队里的第一梯队 非常强 659元确实价格无敌 回顾一下 599元的吉莫克G3 最便宜的HTPC 795元的零克EQ13 睿智电源的双2.5G商业小主机 七喜S10 接口最齐全 功能最完善的双2.5G小主机 康奈性N100标准版 是目前最便宜的N100四口2.5G软路由 接着我们来看看 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 终端高性能小主机 今年终端可以说是大换许 去年最火热的4800H早已停产 5800H也跟不上时代了 我们推荐的前两台是对CPU性能有较高要求的选择 第三台是对GPU性能有较高要求的选择 第一台是天背GM12 MAX CPU是Ryzen 9 6900HX 准系统价格1699元 第二台是吉莫克M7 CPU是Ryzen 7 6850H 准系统价格1599元 第三台是索泰ZBOX EN5 1660T i5 9300H CPU不咋样 但是独显1660T多强啊 准系统价格1499元 天背GM12 MAX 目前只有这一个配置 装置Ryzen 9 6900HX 具有2024年度超级大满观接口 性能在所有680M核显小主机中排第一 散热静音优秀 接口完美 我们评测后给出了强烈推荐的评价 吉莫克M7 同样是680M核显小主机 装置Ryzen 7 6850H 具有2020年度超级大满观接口 性能非常强大 超过去年推荐的4800H 30% 散热静音都稳定 接口完美 我们评测后给出了强烈推荐的评价 索泰ZBOX EN5 1660T CPU是i5 9300H 独立显卡是RTX 1660T 强就强在这块独显上 图形性能超过目前最强的核显 50%以上 它能很好的Play 1080P 3A游戏 而且散热静音都很优秀 接口完美 做工是国内旗舰级迷离主机最高档 如果想便宜玩游戏 这台是不二之选 回顾一下 天辈GM12和吉莫克M7 都具有2024年度超级大满观接口 对这个价位段的迷离主机来说 这个是最超值的 索泰ZBOX有这个价位段最好的显卡 远超所有核显迷离主机 三台小主机从1699元到1499元不等 距离这个价位段的中流 但是它们各自都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才选择它们来推荐 进入最引人关注的旗舰超高性能迷离主机推荐 我们仍然推荐三款产品 第一台是吉莫克K8 Plus 装置锐刃78845HS 准系统价格是2199元 第二台是天辈GM12标准版 装置锐刃77840HS 准系统价格是2298元 第三台是F1VM FA880 装置锐刃78845HS 准系统价格是2399元 吉莫克K8 Plus 锐刃78845HS 具有2020年度超级大满观接口 性能位于8845HS前列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接口超级完美 是对K8进行了完美升级 几乎弥补了所有的短板 价格差2199元 实在是很有性价比了 我们评测后 给出了强烈推荐的评价 天辈GM12标准版 软任期7840HS 具有2020年度超级大满观接口 能达到稳定75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强劲 散热静音都非常优秀 接口完美 价格也不贵 FEVM FA880 热人期8845HS 具有2024年度超级大满观接口 无线网卡 不堆叠 性能位居8845HS前列 散热完美 精英稳定 接口完美 待机功耗超低 价格也仅仅是2399元 回顾一下 GM12标准版 吉摩克 K8 Plus FEVM FA880 以上我们推荐的三台旗舰 都具有2020年度超级大满观接口 而价格从2199元到2399元不等 属于780M核线小主机的性价比产品 今年我们始终把性价比和大满观接口放在很靠前的位置 3000元以上的超高性能迷离主机 我们第一台推荐的是 明凡MS01 这是一台全能小主机 双万兆双2.5G 三个层储接口 支持U2和22110 类置PCIe插槽能接入独立显卡 性能也出于所有小主机的前列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接口完美 对于有极高家庭网络服务要求的朋友 这可能是不二自选吧 3000元以上的超高性能迷离主机 我们第二台推荐的是 林克GTI14 类置电源 类置音箱 类置正列麦克风 极具创清性 同样也类置PCIe插槽 性能也在所有小主机的前列 散热精英都优秀 接口完美 同样是我们吐雪推荐的优秀产品 回顾一下 这两台小主机同样都是Intel CPU 同样都具有PCIe插槽 可以接独立显卡 它们做工同样都很优秀 也都几乎没有缺点 唯一我们可以讨论的是 可能就是价格不是太便宜 我们今年测试了7台带独立显卡的迷离主机 各具特色 有的又强又贵 比如ROG LUCK 有的才买1499元 便宜的发纸了 我们在618推荐了 SMagic的M1A 双11我们也同样推荐它 RTX3080 16G显存 真的非常厉害 另外原子侠G7PT 有非常厉害强悍的CPU T945HX 同样也得到我们的推荐 SMagic M1A 我的黑松化悟空游戏 就是在这台机器上 用2K高画质没有增生层通关的 它的图形性能和原子侠G7PT差不多 3A游戏表现也差不多 跑AI大模型 M1A屏16G大显存 就要好很多了 不显迷离电脑里 M1A值得推荐 当然原子侠G7PT 有迷离主机 最强悍的CPUT7945HX 真的算是遥遥领先啊 所以我们也把这台CPU和GPU 都是AMD的产品 放上今天的双11推荐 不过这两台优秀小主机 都在7000元价位 价格也算是我们推荐的小主机中 最贵的 难道独显小主机 非得选这么贵的吗 我们今年推荐的旗舰核显小主机 价格都是在2000多的 那么有没有2000多的独显小主机呢 当然有 索泰ZBOX EN07-2070S 它装置的RTX2070 Super独显 也是非常不错的 重点是 准系统价格只要2799元 算独显小主机中不贵的选择 Time Spy 8000分 Fire Strike接近21000 散热静音都优秀 做工是旗舰级小主机最高的那一档 它很好地弥补了独显小主机都不便宜的缺点 给了我们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这就是今年双11我们为大家精选的 师傅款优质小主机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除去低功耗小主机以外 其他我们推荐的市场上广受欢迎的小主机 要不就是具有2020年度超级大满关接口 可以连接外置显卡 要不就是本身就具有PCE插槽 同样也可以连接 内置或者外置显卡 要不就是本身就是独显迷离电脑 具有独立显卡 这说明朋友们对迷离注尽的图形能力 有了确定性的要求 不再仅仅是满足残弱的核显 我们也希望通过外联和内装 让小主机具有比核显强大的多的图形能力 更好地满足我们游戏和工作的需求 所以如何满足这个需求 实际上也是厂商们设计优秀迷离主机 应该重点考虑之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我是老崴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Ovavat 谢谢大家